周四寒流强度再升级 原本预估这波寒流强度 会比跨年时的寒流来的弱 但是周二气象局在分析 认为强度会跟跨年夜当天差不多 周四晚上寒流报道 气温下滑 北部只剩下8度低温 而且会一路的冷到周六上午 低温再加上水气 体感温度当然就会更低了 气象局预估周四到周六 台北市的体感低温 大约只有3 4度左右 沿海空旷地区 像是新北市淡水 周四晚间到周五清晨 体感低温甚至只有0度 冷空气境B气温持续下滑 原本预估周四寒流强度 会比上一波跨年时的寒流来的弱 不过周二气象局分析 认为强度可能再升级 星期四开始影响我们的寒流 和元旦这波的寒流强度是类似的 寒流影响那段时间 北部东北部的低温 大约7度8度左右 中部地区9度 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 11度 台东地区大约12度 以台北低温来看 周三还有13度 到了周四晚上 寒流报道气温只剩下8度 而且一路冷到周六上午 低温加水气 体感温也会更低 周四到周六台北市体感低温 约34度左右 沿海空旷地区像是新北市淡水 周四晚间到周五清晨 体感低温甚至只有0度 气象专家则认为 这波寒流强度从预报资料来看 有机会比上一波更强 预估其实会比我们跨年跟元旦的那一波寒流 再更冷 最明显的这个低温出现时间 应该是落在1月7号的深夜到1月8号的清晨左右 台北气象站的低温 目前应该看起来可能也会接近到6度左右 从等高线图来看 跨年夜当天的5760等高线 也就是冷空气到达台湾的情况 这条线还在台湾的北方 而周四这波寒流5760等高线 直接南压到台湾南部 也就是说强度可能会更强 接下来周一还有一波冷空气接力 会不会也达到寒流等级 还得继续观察 纪绪上下入退报导 新冠疫情似乎没有趋缓的迹象 除了欧美国家 就连中国辽宁也接连出现了两例超级传播者 分别造成2、30人感染 甚至有患者做了11次的检测才确诊 当地的卫生单位分析 这次爆发的疫情前波期长 传播速度快 情况更为复杂 也引发了外界忧心 会不会对台湾造成威胁 国内医师认为 目前秋冬防疫专案措施已经足够 只要民众做好个人防护 避免大规模的群聚活动 不要松懈防疫 台湾就能防堵病毒入侵 亲戚人员全副武装来到社区 进行环境消毒 中国辽宁再度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接连出现超级传播者 当地甚至延长居家隔离措施到21天 引发外界忧心 未来春节返乡潮 会不会对台湾造成威胁 秋冬专案 如果把后面的7天 变得比较严格的执行的话 已经很严 就是这种防疫措施已经很严密了 再来就是你民众要不要高度配合 只要我们不松懈的话 除非我们运气非常差 不然要大流行的机会是比较小的 当地媒体报道 中国辽宁这两位超级传播者 分比造成至少33人和27人感染 甚至传出有个案 最多做了11次检测才确诊 多次裁检才验出阳性 当地卫生单位分析 这次爆发的疫情潜伏其长 传播速度快 情况恐怕更为复杂 对此国内医师认为 患者之所以会大规模传播 跟日常活动以及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但也不能排除感染到变种病毒的可能性 如今新冠肺炎肆虐全球 南非的变异病毒株也让英国部分科学家 十分担忧疫苗会不会起不了作用 医师强调根据目前资料 对抗南非变种病毒 疫苗还不至于会完全失效 但就怕朝向流感化发展 还是必须随时监测 最后台湾的台湾报道 中国新冠疫苗问世 国台办日前就宣布会开放 让当地的台湾人接种 厦门台商协会在周一也开始通知 在厦门18到59岁持台胞症的台湾人登记 本周就可以施打第一剂疫苗 预计有6到8万人接种 那么我方陆委会再度喊话 中国最近批准上市的疫苗 还没有完成第三期临床试验 无法确认疫苗的保护力 呼吁中国不要把防疫跟政治宣传扯上关系 但是国台办也不甘示弱的回应 陆委会蓄意污蔑抹黑 疫苗接种完全是自愿申请 台湾人有选择权 新冠疫情持续延烧 中国才刚批准国产新冠疫苗上市 日前官方就宣布会让当地台湾人 接种中国疫苗 这个月4号厦门台商协会的会员就收到通知 只要是18到59岁持有台胞证的台湾人 进行登记后 就能比照中国人免费施打两剂疫苗 最快本周开打 预估最多有8万人可以接种 如果接种后有异常反应 也会按照规定补偿 台湾政坛朝野看法两极 只要他有效 只要他能够保护我们台商台湾人 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情 目前对于中国疫苗的安全性 政府都保持相当高的一个疑虑 在厦门的台商朋友 那真的要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把关 不过当地消息一出 厦门台协的电话直接被打爆 即使出动9位秘书接听 依旧难以应付庞大的来电数 对此陆委会持续对中国疫苗的安全性 打上问号 虽然国台办要陆委会 不要蓄意污蔑中国疫苗 只是疫苗施打 还是在自愿登记的前提下进行 就看当地台湾人自己如何抉择 这凌晨又吴祥三台北报道 农历年将至 内阁可能会在农历年前后进行改组 国安系统传出 国防部长颜德发可能会转任 国防安全研究院担任董事长 至于接任的人选 现在传出包括参谋总长黄树光 前参谋总长李喜明 国安局长邱国正 海委会主委李中威等人都被点名 黄树光虽然6月借零退休 但是潜舰计划仍需要以重他的专业 李喜明则是跟美方的关系不错 最后会由谁出现 也牵动着军方高墙的职务调整 不管是潜舰国造开工典礼 还是高效能舰艇后续舰 首舰的命名 都让国防再添力量 蔡总统跟国防部长颜德发 建政国防自主决心 但却有平面媒体报道 颜德发在农历春节前后可能交棒 转任国防安全研究院担任董事长 那么国防部长由谁来接呢 现任参谋总长黄树光 前参谋总长李喜明 国安局长邱国震 海委会主委李仲威 甚至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都是可能的人选 有关于部长的人事 是属于总统的权责 意测的一些人事的讯息 国防部这边并无所惜 也不做任何的评论 颜德发人士 异动的传言已经有一段时间 因为到二月底就任职满三年 也到了调职时期 最近颜德发也规划 将部长办公室主任 王绍华外调 似乎也是离开的前兆 而黄树光六月份满六十四岁 必须退役 黄树光是潜见国造推手 此时蔡政府潜见国造政策 还需要仰赖他的专业 至于下一任参谋总长人选 也传出可能是现任副部长张哲平 以及陆军司令陈宝瑜择一 军方高层人士地震 将牵动不少军职调整 陆军跟空军都当过部长 这回是否轮到海军 就看蔡总统的用人哲学 记者下面说台北报道 迎接2021年新春 台采推出了今年第一波 春节限定呱呱乐 总共有五款 百万元以上的奖项 达到了五百四十五个 是史上最多 而其中每年最多人买最夯的 两千万超级红包 今年除了三张投奖 两千万元 二奖也比往年升级了 除了现金两百万之外 还有BMW休旅车 总共七个名额 旧的民众趁着新年新气象 来试试手气 台上任务表演 为新春埋气暖身 台采2021年第一波 春节呱呱乐亮相 五款新品总计 百万元以上的奖项 是史上最多 总奖金有高达 一百一十三亿 那一百万以上的奖项呢 也有高达五百四十五个 那这也算是 那这也算是 呱呱乐单次发行以来 最多的百万以上的奖项 不止总奖金吸金 每年最夯的两千万超级红包 也有新花样 这回除了投奖两千万 有三张 二奖比往年再加码 除了两百万元奖金 还有BMW休旅车 总共七张 另外三奖一百万 总共有五百二十个 那足足比去年多出 一百二十个一百万 另外其他四款 2021年限定款呱呱乐 面额五百元和三百元的 比你抓宝游戏机台的刺激感 最大奖分别是 五百万和三百万元 其中五百元面额的 中奖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二 如果小资组 想要买小额多玩几次 还有面额两百 和一百元的呱呱卡 可以选择 今年还设计出了 Casino风格 最大奖还是有机会 拿到分别两百万 和五十万元奖金 中奖率也都超过三成 新春拼买器 台彩奖金加码 再加码就等民众来试试手气 记得周一婷 离合容台语报道